随着垃圾分类处理的不断推进,现在人们对垃圾的处理越来越重视,对于一些废旧的物品通过改造就可以变废为宝,实现废物的合理利用,以减少垃圾的危害,这也是一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好事。 国外的一位牛人就利用一个废弃的伊拉罐,制作出了一个迷你版的煤气灶,到底它是如何做到的呢?还是让我们一同去看看吧。 只见老外先是将伊拉罐用剪刀,剪去顶部和底部的部分,用中间的部分剪成一个长方形,接着用事先绘制好的煤气灶图形,粘贴在伊拉罐的铝片上,罩着上面的图形挖出了两个生火的小洞,接着将边缘部分的铝片折回,在下方粘贴上两个一次性打火机,在铝片的上方再安装上两个火罩, 上面再用伊拉罐顶部的部分折叠成一个做饭用的支架放置好,在煤气灶的底部再围成一个长方形的盒子,这样一个迷你版的煤气灶就制作好了,接下来小哥又拿出一个迷你版的小炒勺,里面放上肉,打开煤气灶的开关,火苗就着了起来,过一会儿的功夫,肉就被炒熟了, 这样一款用伊拉罐制作的迷你版煤气灶,竟然还能将肉烤熟,是不是很好用呢? 好了,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,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们,记得点关注,不迷路哦,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。